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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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作为大德比修 作为居士同修 请宣开经本 请看经文 佛言其五恶者 世间人民 悉仪泄舵 不肯着善 自身修业 家时眷属 饥寒困苦 父母教诲 秤母录印 年龄不合 唯利反逆 譬如愿家 不如无子 取余无节 众共患业 赋恩为义 无有报赏之心 贫穷困乏 不能福德 孤教众夺 放智犹善 穿树堂德 用智正极 丹久适美 饮食无度 适心荡义 鲁护 底突 好 先看这一段 这个齐五恶 原来的祝敬家 在五恶里面 会把它盖过为饮酒之恶 但仔细看这一大段文句呢 它包含的面很广 可能是由于饮酒 酒能乱性呢 所以由这个展开 主要是谈到异地上的恶 这里描述我们涅力凡夫 异地上的恶 有十二种象状 那么这些描述都非常的细致了 佛就告诉余会的大众 第五种恶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众苦充满的世间 生存在这个世间人民 第一是懈恶之效 懈怀懒惰 所以叫 西夷懈恶 不肯着善 自身修业 这个西夷呢 就是指徘徊不前的意识 他这个懈恶嘛 就干事没有动力 没有冲劲 想干又不能付诸实施 这就是西夷 那么这个行为上的 这种特点呢 是来自于他 也是一切众生 余生俱来的懈怠 懒惰的劣根性 所以为什么一个人 无论做世间的事业 还是出世间的道业 要立志 要有理想 要有目标 朝着目标 精进努力 切而不舍 敌水实穿 这样的一种行为 就能够超约 懈怠懒惰 但一般的人 没有这样的一种意志力 目标感 就容易懈怠放逸 懈怠放逸一来呢 这个就会引发很多的烦恼 恶业的种子 他没有正确的人生目标 他就不肯做善 为什么不肯做善呢 因为做善是要 有因果的一种强大的 这种动力的 如果他不胜因果 你让他做善是很难的 一个人做恶很容易 做善那是溺水行舟 那是要推着一块石头上山的 所以他的放逸的烦恼一起来 肯定自然就不会着善 也不会用笑替忠心礼仪廉词来制身 也不会修正业 然后他在家里 五轮关系又奉行不了 所以第二个就是秤怒之相 这个一个人的人格特点呢 在家庭当中会表达得很明显 这个他在家里 对他的父母 妻子眷属 他不关心 也不能和睦 对这个家里人是饥饿 寒冷困苦这些 他无动于衷 被他的那种懒惰 关心自己 自私之利 疏动造 不关爱他人 那么由于他不能自身修业 就不务正业 好意务劳 家业很难建立起来 那父母就肯定是很不放心 就会教诲他 你要成家立业 要做一份好的安心 在社会上站住脚跟的职业 教他怎么做好人 怎么去做事 这是父母出于慈悲心 给他的教诲 那么这样的人 他不仅不听教诲 而且生气 觉得父母 讲这话 他不爱听 所以沉默露印 用很生气的眼光 看着父母 父母跟他讲话 他还发脾气 那这个就是不孝我 要知道父母对一切子女那种关爱 无畏不止 无私的大爱 父母对子女的恩德 天地都无足以比喻 好 如果在父母 你报恩都没有去报 反而对父母 沉默露印 这是犯下了很大的 这个罪孽 极为不孝 然后在家里呢 他的语言 行为 都跟家里非常不和睦 把家里搞得非常的混乱 唯利反义 就是 干什么事情都违反家人的意志 说什么他都不爱听 甚至唱反调 做相反的行为 对父母不孝 对兄弟不惕 不惯爱他人 就是唯利反义 那么这样跟父母之间关系 就像冤家对头 那这个父母对这样的儿子来说 也就伤透了心 常常就感慨 生了这样的儿子 倒不如不要生而已 不如无子 所以这个世间的家庭伦理 为什么圣人要非常重视 家庭本身是一个社会 人生的港湾 安心立命之处 如果家庭搞不好的话 你说 他就痛苦不堪 在单位上工作 在社会上打拼 可能要戴着假面具 来到回到家里 本来想恢复一下一点 真实的一种相撞 然而家里又非常的不安宁 碰到这样的一些烦恼的众神 这是他的秤随之相 第三表现他贪欲之相 取余无杰 众共幻宴 父恩为义 无有报偿之心 就是他去拿家里的钱财 去恢复 没有节度 一般持家过日子 还得想到 量入 出 看菜下饭 有多少收入 过什么样的日子 然而他不管那么多 今朝有酒 今朝醉 取一无解 这样搞得就上顿不接下顿了 生计都很难维持 所以家的人就对他就很讨厌 也很害怕他 当他没有钱的时候 他就要向这个亲戚 那个亲戚去借 借了人家看在亲戚的份上 可能借个他 借个他他就不还 你找他还的时候 他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到了这份上 人家也就算了 但是大家都很讨厌他 所以这种人 负恩 像父母 师长 朋友 对他有恩德 帮助过他 他辜负 不去保恩 唯一 六千眷属 的人意 他都违反了 就整个的就是住人住得很颠倒 所以对这些应该报恩的 或者借了债应该还的 他都没有去还债 或者报恩之心 这样他就恢复就这样的浑浑浑浑浑的过日子 就变成命运就很贫穷了 很潦倒了 很潦倒 他又不能奋发 不能说重整 家业 要思维一下 我要有个什么样的职业 怎么去奋斗 才能够 低足在社会上 才能够使父母放心 所以他这个贫穷困乏 他就听之 认知 就得不到 不能再得到财物 不能再得到财物呢 他又得被生存 生计数压力数破 他又得想办法 他在想办法 又不走正路 他可能就一些 就是社会的小痞子的行为就出来了 孤教众多 放智友善 穿属长得 用之正经 就是孤教 就是他障碍别人的正当的买卖 来专门 谋取自己的一些利益 或者七行八市 或者这个地方 他成了小黑老大 你的要受我保护 你的给我交什么钱 用他的那种暴力 来夺取他的一些财物 这就是到了强盗的地位上 当他用孤教众多 不正当的行为 得到了一些东西的时候 一般的善良的民众 就怕这些不要命的人 亡命之徒 碰到他要叫板的时候 也只有给他一点 给他一点 他得到的是放智友善 九色财气 他都去做 五都俱全 有钱去恢复 就高消费 就享乐 然后友善 就是游手好闲 到时候再看看 有什么机会 能得到这些财物 那么这样他的一种天性 就习惯成自然 就想用非分的 非礼的 不正当的方式 得到一些财物 不劳而获 这就是历来那些社会的 体质的行为 用这个不劳而获 不正当的手段 来得到的这些钱财 来坐享其成 这就好像人家给他挣极 给挣灾一样的 给他一种衣食上的满足 这就是他的在贪欲之下 下面就是他的四九项 那么单酒四美 就是谈酒杯之物 喜欢喝酒 喜欢吃山珍海味 这个对于饮食没有节度 本来一天三餐 他可能一天五餐六餐 夜宵 就像有人说 持午 什么叫持午 我只能是午夜不食 饮食无度 这些饮食无度 都是那些放逸者的一种正常的 他就认为就是这个样子 追求可福之乐 这样的心 他就没有任何一种理性的约束 这个心全都放荡了 就像奔一的野马 这奔一的野马 他就碰到什么 就会弩护抵兔 一方面他非常的骄痕拔护 认为以恶为能 看到别人都怕他 他就越来越至高至大 然后抵出一碰到什么 他马上就冲突起来 这个拳脚 刀兵镀上去 所以这种人就是 非常的难缠 脚乱 脚乱社会秩序 让人感到非常可怕 好 请开箱 不失人情 强于一致 见人友善 妒忌勿之 无义无礼 无属固难 自用失当 不可见晓 六亲眷属 属之有无 不能忧念 不为父母之恩 不成私有之意 心常念恶 口常言恶 身常行恶 诚无一善 不信先生 诸佛经法 不信行道 可得度逝 不信死后 神明更深 不信卓善得善 为恶得恶 欲杀真人 斗乱众生 欲害父母兄弟眷属 六亲真物 愿令其时 好 看这一段 这种人 由于异地上的恶 他就表现得 很多方面 所以第五个诗 表现他的妒忌之效 他不能了知 人情世故 这个人情世故 就是 人的贵贱贫富 是有因果的 不是自己想得到就得到的 如果是这样的人情世故 因果的话 他就会安于贫穷 在贫穷的状态当中 怎么行善积德 积累 福报 增长智慧 改造命运 对于人家负贵之人 我们要见贤施旗 对自己贫穷潦倒 要有一个自责 要有忏悔 要转变心念 这些他不知道 不知道了 他就强于一致 这种人 看到人家一些 有福报的人 善人 人家是有福报 肯定他有 多生多节 善因的窜息 今生还是善良的 不失的 受社会人群尊重的 他就看不惯 他就很嫉妒 他觉得这些善人的行为 会令他的丑恶的 卑下的行为 让他更难堪 所以他就用种种的方法 来医治他人的善 强于一致 然后就跟自己的不善等同 强于一致 这都是非常小人的心理 你看有时候 我们在报判杂志看到 说有一个医院的内科大夫 本身人比较诚实 不愿意接红包 就光这一点 就引起了 他的同科实 上下的 一致的 这种讨厌 因为他不要风包 搞得其他人都不敢要 都不敢要 好 不敢要 现在形成什么呢 整个医院最后给他结论 这个精神病患者 现在他已经戴上了 快戴上精神病患者的 这样的帽子 而且什么都受影响 应该凭支撑的他凭不上 应该得什么的都得不上 你看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 这也就是一个 集体的强于一致 我们要这样干 你想善良 那对不起 让你没有立足之地 最后把你戴上一个 精神病患者的帽子 所以这些人 见到他人有善行 他就非常嫉妒 非常争热 他这个真恶的念头一上来 他就会采取行动 这就是妒忌之相 再简直到千贪之相 他无义无礼 一个人如果没有仁义之心 没有礼节 这很麻烦 我们上古时代圣人 为什么注重礼 他有个基本的认知 人有礼则安了 人与人之间有礼 大家都能够安全 无礼则危 没有礼 大家都很危险 都没有安全 就好像我们表现的 你连为什么吃这顿饭 你都觉得没有安全感 因为很多人 他没有礼仪 他就一心要向前看 所以炒的这个菜 说不成就是地沟油炒的 这个毒奶粉 里面各种药素都让小孩子都性早熟 所有的化肥荣药量就可能很大 这是你吃 你感觉到很危险 然后你跟人交往 做什么事 可能里面都有陷阱 相互都在损害 你作为医生 要拿回扣 不该开的药 本来十块钱的药 你要开一百块钱 不该检查的 你要检查 因为你要拿回扣 好像回扣就是你奖金 就不顾病人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承担能力 那么病人 这个病人可能是一个老师 好 那你医生的小孩 到他手下做学生的时候 他要有办法 他应该教的 不在课堂上教 剩了一手 等你课后 课外来参加学习班 那你交钱吗 或者碰到一个政府关系 公务员他也有各种办法 就是在没有办法的 他的农民我多打荣耀 我的泡菜是用DTV给你泡的 所以你说 在无意无理的社会 每个人都危险 没有安全感 那么他无意无理 他也无所顾难 没有什么可以顾忌的 也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 他敢做这些无意无理的事情 就完全就没有什么神明的观念 三世因果的观念 轮回的观念 这些都没有的 他有这些他就不敢做 他就战战兢兢了 奴隶薄冰了 就能胜毒 那么如果他在无意无理当中 他还有点小小小的福报 他认为就是理所当然的 然后对他无意无理的行为 别人跟他去教化他 说你不要这样做 做得对你不好 对你后代不好 对你的来生不好 他听不尽 他哈哈大笑 他觉得你是封建迷信 我现在就关心我的成功 我要得到 获得这些东西 他完全地自私自利 那六亲眷属 就是父母 妻子兄弟 这六亲眷属 他们是不是有饭吃 他们的生活怎么样 他没有任何的忧念 那六亲眷属都是自己的同胞 同体 那么亲属有通才之意 如果你有点富裕 看他穷亲戚 你应该要忧念他 他饭得没得吃 是不是我们帮助他一把 他不考虑这些 不仅对父母的恩德 他也没有一点抱赏之心 你看多少的这种 吃父母的啃老族 父母跟他养大了 他从来没有怎么报答父母 而且还在继续啃他父母 那确实父母跟子女的关系 真像佛说的可能就是三种关系来的 有没有钱是欠了父母的 或者父母欠了子女的 或者就是冤家对头来报仇的 所以这个你说人的最天然的关系 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如果没有得到一种理的 一种教化 一种提升的话 他往往这里面的关系 就充满着很多痛苦 父母不知道怎么做父母 子女也不知道怎么做子女 那么这种伦伦关系的混乱 就很麻烦 那么一个人对他有恩德的父母 和师长和朋友 他一定要去关爱 一定要去报答的 知恩报德的 他没有 他很吝啬 舍不得点财给别人 其实财真的要把它看透 财为五家共有 不是 不是你一个人的 你有不有财 这是命述所决定的 而且到灵命中的时候 你是一分钱都带不走 所以古人云 世间所有金银宝 借如全看几数十年 你很多金银财宝 只是借给你看几十年而已 看完了你还带不走 所以为什么佛法 圣人告诉我们要布施 这是确实很有智慧的 你布施出去了 你就有福德 就好像你这个钱存到银行去了 你下辈子再来 你这个连本带利还是你的 布施出去的东西还是你的 但你不布施出去 就被这个无偿之火烧掉了 就不是你的了 所以需要布施 但没有智慧人就是吝啬 好 然后呢 这个下面就是他 残体 一残体的象状 不信因果 不信因果残体之象 就是身口一山叶 都没有一点善 每天心里打妄想的 都是念这个恶 杀到淫妄景 五毒俱全 念怎么得到这个钱 怎么得到赦 然后口里念 口里说的呢 也是这些恶 用这个手段 用那个方法 现在是充满着讲述的时代 怎么成功 怎么发财 用什么方法 这里面都是充满机心 狡诈 骗术 然后讨论 而且还作为成功的经验推广 再说一说那些欲望的事情 口肠言恶 那么生业呢 就常常复诸实施 行恶 杀身偷盗邪淫 什么都来 身肠行恶 这样身口一山叶 没有一点的善行 那出现这种 身口一山叶的邪为的情况 就来自于他的肢剑上的邪辟 对于佛法生三宝 他不相信 不信先生诸佛经法 就是 先生就是指 以前的圣人 圣人都要通过修行得到 就是生宝了 诸佛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过去现在未来 都有无量无边的诸佛视线 乃至于十方无量无边的插图 与无量无边的诸佛 他们宣说的智慧的灵文 种种的经法 这个聂力众生不相信 初世间 这是初世间的邪见 于是不相信三宝 也不相信你修道就能够解决轮回问题 就能够圆成佛道问题 他不相信 他只相信我这一世的成功 我这一世怎么得到明文利养 财赦明事税 所以现在这种 这种邪见的人太多 这也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 唯物主义 功利主义 数字 一谈起这些就好像是 行而上的东西 虚无缥缈的东西 彼岸的东西 颠倒的虚幻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直被这个灌输灌输 所以对这个法界常住的 三宝的存在 绝大多数人不相信 这就是邪见之毒 那么世间的邪见 他只是相信人死就是这一生 人死灯灭 不相信死后还有神时 还有轮回 还要找到一种生命的载体 他不相信这 这种断灭见 是最大的邪见 他为什么前面有那么多的 嫉妒 千贪 牲口一三一 这个是一个重要原因 不相信神 神时不灭 不相信这一点 而这个确实是人的一种 道德行为最重要的局势 所以我们看 霍远大师文超 其中有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稿 第一个是明三报论 有三报 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三世英国的报应 这是 第一个前提 第二篇文章谈 神不灭论 神时不会灭 这两篇文稿 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佛法的精髓 为什么 霍远大师 要特别阐述这个问题 这就是一个道德行为 那已建立的重要的局势 离开了三报论 和神不灭 那他的行为 就是 这个 所展示的 五恶的行为 世心荡义 鲁夫抵兔 自然就会出来 唯有相信了 三世英国 和神不灭 六道轮回 他才会建立一个 强大的 那种 自我调控系统 他才会发心去受戒 持戒 否则谁愿意去受戒呀 他觉得受戒是约束自己的 好 由于不相信 有神明更深 所以不相信 善恶因果报应 所以不信 你行善就能得善果 作恶就能得恶果 他不相信 你有时候跟他讲这个 他会用 他会来给你辩驳 你看 很多恶人都得势 善人都倒霉 哪有什么因果 因为他只是 从这一段来看 他又不能了解 过去是现在是 未来是这种 艺术果的错综复杂的情况 所以有时候 他不相信三世 你在因果方面 也跟他说不清楚的 他只看着这一世 这当然就很难解释 好 这就是他的斜见之相 看到这些 我们是否都能 看到我们现在 中国的国人的 这种情况 多少人还是在 这个斜见的 罗网当中出不来 他有这个斜着斜见 他就敢去造 五逆的罪恶 这就是五逆之相 欲杀真人 就是一年当中 就想杀那些阿罗汉 正果的圣人 破和和僧 对僧团 他斗勾两头 一年当中 这是对出世间的 这个逆恶 然后世间 他对于父母兄弟 眷属 也想 去杀害 这里谈到 他的义恶 是欲 如果这个义恶 到了一定的临界点上 而且有机会 他就付诸实施了 所以他真的就是 去杀父母兄弟 眷属 所以这样的人 义恶很重 所以六亲眷属都很害怕他 也很讨厌他 希望他早一点死 你看在一些农村都出现 一个儿子太坏了 这个父母实在没办法 就把儿子灌税 干脆把他弄死 愿令其事 可能很多父母是 一年当中希望他早点死 但是要到直接去弄死的 这还是少 你看这个人活在这个世间 相互的这样的情况 还有什么意思 阿什士王子造作武尼 就是这样的情况 他就要杀他的父亲 把他父亲囚禁起来 用七重门岗 不闹任何人进去 那当然就是活活饿死了 那他的母亲 韦迪西夫人 为了救他的父王 丈夫就悄悄地在身上 带了一些饮食进去 结果被他的儿子 阿什士王子知道了 还充满着圣恨 把母亲的头发一抓 就拔出剑来要杀母亲 所以这些古往今来 都有很多的例子 好 请看下面 如是世人心意巨然 愚痴蒙昧 而自以智慧 不知身属从来 实属趋向 不仁不顺 恶逆天地 而于其中 希望侥幸 欲求长生 会当归时 慈心教悔 令其念善 开示 生死善恶之趣 自然有事 而不肯信之 苦心于雨 无意其人 心中必筛 亦不开解 大命将中 毁聚交致 不欲修缮 临穷方毁 毁之于后 将何疾夫 好 先看这个 好 下面 第十种 就谈他的愚痴之相 就是像前面 这样的一些 世间的人 他的念头当中 都是这个样子 嫉妒 奸贪 邪贱 意念当中 想造五逆 这种行为 都是受念头 所控制的 那么这里面 念头当中 邪贱是 最大的一个毒素 邪贱之毒 他这个念头 积累到一定程度 他就会互助行为 所以这个 愚痴的众生 这是他的根源 愚痴就是他的无名 暗名 内心没有一点光明 黑漆漆的 所以他就不明白 宇宙人生的真理 他也想得到幸福 避免快 避免痛苦 但是他不知道 什么方法 去达到这个 甚至他的愚痴 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什么是真正的痛苦 他都搞不清楚 所以愚痴蒙昧 也不知道 善恶因果的标准 在什么地方 他无意无理 他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对人家 仁义理智性的人 他还觉得讨厌 这都是他的愚痴之相 他的愚痴 还自以为自己有智慧 不肯承认自己的无知 这个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悖顿 你看古希腊有个苏格纳底 苏格纳底当时候的人 多一致认为最聪明的人 最有智慧的人是苏格纳底 苏格纳底听到这个之后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说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 他说怎么都认为我是有智慧的人呢 所以他带着这个疑问 就拜访了很多人 这些做官的 还有法官 诗人 音乐家 商人 他跟他们通过种种的对话 苏格纳底是善于去对话的 通过这对话 他发现这些所有人有个特点 都认为自己很有智慧 很有知识 通过这个拜访一圈之后 他才发现 为什么大家说我最有智慧 是由于我知道自己无知 才构成他有智慧 很多无知的人 恰好认为自己很有智慧 目控一切 你看这些世间上 他没有一点智慧的人 很愚痴的人 你跟他一谈 他好像知道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什么都了解 他不承认自己无知 但是这些 他的愚痴的一点 首先对生命的一种终极性的东西 他不了解 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也不知道他死后 要到哪个地方去 这个事情 一般的人 可以说绝大多数人 是不提这个问题 不思维这个问题 不面对这个问题的 你说生从何来死向而去 在我们中国大陆的现实 你去问问人看 他听得会一脸的茫然 他觉得好像很脱雾 你怎么问这个问题 我赚钱都难不及 哪有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 他认为你是个小孩子样的人 你怎么问这个问题 你太不实际了 他说你很不实际 虚物缥缈 恰好他认为自己是有知乎 他不知道否定这个问题 而且不去拷问这个问题 不是虚心的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 恰好就表明他的愚痴蒙昧 那就谁去问这个问题 我们的哲学教科书 也从来不问这个问题 他完全就在第六四维 存在决定意识 经济技术 决定上升建筑 等等 这在兜的兜去 从来不问这个终极的问题 连我们的哲学的教科书 哲学 学哲学人都不问这个问题 更何况一般的民众 好 他这个愚痴的特点 在行为上 不仁不顺 没有仁爱之心 不孝顺他的父母 他的行为就充满着 身口意 三叶 贪嗔痴之毒 这就表现为食恶 这些食恶呢 就严重的违背着 天地的好生之德 他造作了这样的五逆十恶 还想在其中 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 得到富贵 现在希望侥幸 就是他希望得到 很多的美好的东西 他认为得到这些东西 就要靠他的什么 基心 靠他的发展科技 搞工业 在这过程当中 他想得到长生不老 寿命很长 这里面就完全就是 违背了因果了 他造作的恶因 他想得到一个最大的善报 这可不是圆木求鱼吗 搞错的方向吗 你要长生健康 你得从不杀生里面来 然后他天天杀生 天天吃海落空的众生 他要长生 要健康 这可不是搞反了吗 所以 他在这样的一个烦恼的习气当中 就像昭折地带 没有办法拔出来 他不知道最终 他还要回到身世轮回 虽然他不问这个身属 从来死相何去的问题 但是他仍然离不开轮回的结局 会当归时 那么 这就是他的怀疑 怀疑之相 好 侥幸得到人生 也可能会遇到三宝 遇到善知识 看到他这么愚痴 颠倒 造作众恶 要下三恶道 那有些善知识 就有慈悲怜悯他 就跟他施以正确的教诲 要让他深信因果 行善既得 讲那些佛法的道理 乃至于彼岸的净土 然后他听到这些 希望他能够在深信因果下 来念善 来知道善的好处 那这个善 至善 第一善是佛号 希望他念念阿弥陀佛名号 这个名号呢 它是无量光 你常常念呢 就是鱼池蒙昧的内心 充满光亮 充满光亮 他心里亮堂了 他的良知良人唤醒了 复苏了 这时候他会 对于宇宙人生真相 有些思考 真的这个时候 他对于自己 颠倒所做的恶行 产生的畏惧感 产生的惭愧心 有忏悔意识 这时候他就回心转异了 这就是浪子回头经不换了 所以一定要让他念善 念佛号 因为众生 即便他迷惑颠倒里面 他还有多生多节的善根 总会有 如果你去念善 这个一个善被你激发出来了 然后他善与善有个善息 他可能就完全变一个人了 变成善人了 那你生口与善业 都是心念头在念恶 口在讲述恶 生业在行恶 你也有恶的善息 就把你神师里面的 多生多节的恶的种子 给他善息起来了 你就恶上变恶 黑上变黑 所以一定有个转化 就是让他念善 念善 念因果 念轮回 施地一苦 发谱的信 念 阿弥陀佛名号 那么最善之士 为他开示 开显 展示 六道轮回 生死之相 以及六道轮回 他的念因果报 是怎么来的 是 自因自果的 法尔卢士的 告诉他这些道理 这本身 就是他的一个好的因缘 但是由于他的邪见之毒 太深厚了 他听闻到这些 他产生不了 信心 不肯信之 不管你信还是不信 不管你如何的哈哈大笑 先把这个 拿摩阿弥陀佛的金刚种子 给你播种下去 说不准哪一天 你妇人感觉 哦 还真有这么回事 那就得救了 现在他不在 也听到以后 他不放在心里去 正因为他不放在心里去 觉得这些都是虚无缥缈 他对于出家人 他不可理解 你为什么要出家 活得好好 好像你出家就是 有挫折 有感情问题 有怎么怎么问题 活不下去才能出家 他又不相信这些出家 就没有依据嘛 他只有相信的这些出家 才有意义 才是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佛法 在这个世间 还是要去说 不管他信不信 也长轻一点的 福报 善 佛缘 深一点的 他可能就会相信 那么很多人 他没有听到这些东西 如果一旦听到了 也有相当一部分人 至少他会感觉到 这里面会有东西 我要去探究一下 好 这些不相信的人 最后他就有后悔之向 因为这些善知识 有苦口婆心 跟他去说这些东西 因为他不相信 他至高之大 他以为他很有智慧 他还要跟你 教训一番 那就像一个杯子 他已经塞满了东西 已经是满的 你加不进水了 你再怎么说 都对他没有利益了 所以这里面就不要 不要多说了 他听不进 他以一种调侃的口气 这时候你就失可而止 不要再说了 就合掌令欢喜 那么他这样听不进去 心中就必塞呀 像茅草必塞呀 这个异地当中就打不开呀 他就在这些财生民事税里面 在这些明文公民立录里面 在这些恩恩怨怨里面 在这些子孙后代里面 这些东西他就是赚不出来 他以为这是他整个的生命 一切都是很真实的 这个由于有写一件 其中一个断学般若 我们常在谈那个断学般若 是很麻烦的事情 那么般若直接告诉我们 这个世间的有违法 这个世间的家庆眷属 一切的事业财富 都是罗梦 罗饭 罗饮 罗跑的 要了解这一点 空啊 现在这个鱼池颠倒 就认为这一切非常真实 由于他认为真实 一谈到空 罗梦 罗幻 他听不进去 他害怕 什么都空了 我怎么办 所以断学般若 这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我们滔滔 这个天下 云云众生 有几个对般若的空性 有点感知的呢 或者主动去接触的呢 去年有个 我们也是网络班的学员 他说他为什么来学 来学净土中 还是得益于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到美国留学 入学考试里面 就有一道题目 要阐释佛教的无我 有到这个题目 这个儿子从来没有这个概念 就问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是个大学老师 就打电话问他的母亲 佛教的无我 怎么说 那么这个女老师 也从来没有这个概念 无我 什么叫无我 我们听的接触都是有我 自我实现了 自我什么什么 都是一个很坚固的我 夫人听那个无我 她觉得懵了 她是由于她儿子这个电话 她开始接触佛法 什么是佛法 她无我 还算她有一点活缘 最终通过这个 她接触佛法 觉得佛法谈无我 讲得太彻底了 她相信了佛法 她来老师念佛了 也参加我们的网络班了 那么这个无我 就也是般若的一个重要理念了 但我们多少人都在断学般若 对这个无我没有概念了 要知道没有这个我 我是不可得的 没有主宰意 没有永恒意 所以就被这个我执 法执 把我们的那个佛性给他 严重的给他锁闭住了 心中必塞 因为这个般若智慧 它是来自于不执着 你执着了 你就没有般若智慧 破执着你的 不执着智慧才现成 好 那这个 等到他在迷惑颠倒 起或造业 就有命中的时候 等到大命将终的时候 我们说念头 念念生命为小命 一齐的生命为大命 你大命分断生死 念宝神要离开了 就在灵命中时 这时候由于他断学般若 鱼齿颠倒 造作种种的恶意 当然三恶道的恶像就现成了 等到三恶道的恶像现成的时候 他害怕了 他后悔了 所以悔惧交致 这种害怕 这种后悔 全都来了 所以他事先不去修好善行 到灵命中时才开始后悔 这时候悔之晚一 来不及了 你就直接下地狱吧 到油锅里去吧 到刀山建树上去找吧 江和吉佛 这是指通土的因果 如果在这个时刻 悔去教室的时候 还能闻到一个净土法门 也能得救 也能得救 十生乃至一生 也能阿弥陀佛都解决这个众生的问题 好 请看下面 天地之间五道分明 灰阔遥明 浩浩茫茫 善恶报应 佛福相成 生智当之无随待折 属之自然 因其属行 殃究追命 无得重视 善人行善 从乐如乐 从明如明 恶人行恶 从苦入苦 从明如明 谁能知者 读佛之耳 教育开示 信用者少 生死不休 恶道不绝 如是世人 难可拒尽 好 先看这一段 前面谈到异地上的 蛾的十二种象状 这一段就开始 阐明这个异蛾的果报 天地之间 这个天地就是指我们三界 轮回的区域 五道分明 有时候是指六道 有时候说五道 那五道就把阿修罗道打散 那轮回里面 这个五道是明白存在的 那这个五道的轮回 它贯穿着它的空间 空间 辉阔 表明这个轮回的区域 非常广博 这是指空间而言 遥明是指时间 过去现在 未来三世 非常的幽深 所以在广阔的空间 和无际的时间的场合里面 这些轮回众生 善恶报应 就佛福相成了 你种了善因 就能得人天的福报 你照着重恶之因 就会得到三恶道的摘殃 这些都是相对应的 因果的法则 所以这些都是自耶自受的 生至当之 没有谁来相待 众人如父子这样的至亲 想要替代 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无量的时空里面 这个数之自然 就是这样的礼数 这礼数就是指 涅报 善恶的涅报 它是法尔自然的 宇宙的法子 法尔自因其属形 就是你原来是 什么样的因 就结什么样的果 因其属形就是 你善恶耶的报应 自然其合你所作的行为的 涅因 那么比如佛在经典 曾经说 你长相端正 这从哪来 从你忍怒里面来 你精神贫穷 是你从你的 牵连和贪心里面来 得到社会地位高 是你从恭敬礼拜中来 你社会地位低贱 是从你前世的娇慢中来 你精神成为哑巴 是从你诽谤三宝中来 你现在眼睛看不清了 耳道弄了 是你不信善法中来 你得到长寿 是你有慈悲 从慈悲心来 你短命 是你从杀身中来 六根不具 是你从破戒中来 六根具足 是你从慈戒里面来 这就是因其属性 有个记者说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事 欲知后世果 今生作者事 这虽然很直白的诗句话 确实就是一种 宇宙人生因果的 真理在里面 你要从现世 我们受的命运的果 来推油果 说因 知道我前世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做到什么样的因 再要知道 以后的果 你就从因推果 从你现在 你做的因 来推未来的果 这些都是 属之自然 因其属行的 丝毫不爽的 有时候 每个人都可以算命 还要去算吗 就是这个样子 你算命的人 不可能违背 这样的法则 好 那你造作了种种的恶因 就是这种摘殃过旧 就会追逐着你的生命 你的神识 你到哪一道里面去 你的恶 你的灭因也跟着在哪一道去 你曾经杀过一个人 你就跟被杀的人来对面 来还债 这里面都是 奴隐随行 没有办法离开的 你想舍掉 舍不掉的 觉得自己命运很痛苦 想自杀舍掉 能行吗 你的业因没有解决 你自杀了 照样还要 在下一个生命体当中 还要担当你的业因 舍不掉的 好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业因 这个规律里面 英国里面 这里面它的差别之相 就是你是一个善人 善人就是你生陷英国 五戒时善 五常八德 这就是善人 你善人 努力地行善 你下辈子就能得到 升到富贵之家 甚至升到天上 享受五欲的快乐 或者更为威细的 五欲的快乐 你行善 修了福报 就会有智慧 从民怒民 就是你有智慧之民 那么一个恶人 就是不信英国 鱼池颠倒 满横无礼 造作种种的恶行 那你就会到三恶道里面去 经受种种的痛苦 你在痛苦当中 还是不信英国 还是要放纵自己的恶行 恶行 就会堕落得更深 你从人道 到了畜生道 你在畜生道 又弱如强食 又造作恶因 又到了恶鬼道 恶鬼道 迁滩的烦恼也很重 又造作恶因 到地狱道 地狱道 还有轻一点的地狱 最后到深一点的地狱 那就一层一层堕落 直到到地狱的最底部 阿比地狱的底层 那么这样的过程 他的心性就越来越暗明 从比较黑暗的地方 到更深的黑暗 到最重的黑暗 就是堕的生命的层次越低 他的暗明的层次越大 这都是六道轮回之相 对这样的情况 谁能够究竟了知呢 这里独佛制 唯独 正到一切种子的佛陀 才能了知一切众生 在三界这种轮回的 势力因果现象 但觉菩萨都不能完全了知 那问题就在于这个事情的真相 唯有佛才能清正 我们聂力凡夫看不到 不了解 对于不了解的 他就不相信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信佛 你通信佛的慈悲和智慧下手 佛说的 虽然我不是现在的境界 但我相信 相信就依教奉行 依教奉行 最终你也成佛之后 你也就了解这些情况 善人行善 从乐入落 从明入明 恶人行恶 从苦入苦 从明入明 这个现象你都知道了 这事情真相 现在我们是不知道 好 那么唯独佛之耳 佛以大慈悲心 降旦在我们这个世间 一代识教种种说法 开示这样的 宇宙人生的真相 但恰恰相信的人少 依教奉行的人就更少 不听佛语 不奉佛行 当能在身世轮回里面 旷大节以来 就不会休止 多到三个道德 这种苦难就不会断绝 所以这样轮回里面的 与此苦难的众生 是很难用语言 来具体的说尽的 好 请看下面经文 固有自然山徒 无量苦劳 辗转其中 世事累劫 无有出奇 难得解脱 痛不可言 世事为五大恶 五痛五烧 勤苦如是 譬如大火焚烧人生 人能于中 一心致意 以端生正念 言行相符 属着自成 属于如鱼 心口不转 独着足善 不为众恶 生独度托 或其福德 度是长 上天 泥环之道 视为五大善也 所以这段是谈到 他的涅报 涅阴果报 由于前面 种种的 义恶之相 义恶的情形 所以就自然感得 畜生恶鬼 地狱 山徒 山徒也叫血徒 刀徒 火徒 无量的苦劳 要经受 在这三个道里面 辗转其中 辗转就是 你到了地狱 地狱的苦受完了 就得到恶鬼道 恶鬼道受完了 就到畜生道 畜生道 好不能受完 到人道 贫穷下贱 愚痴颠倒 又照着众恶 又到地狱里面去 就是不断的 像打锦筒一样的 一上一下 就是出不来 辗转其中 所以为什么 得人生很难呢 但是 是人生又很容易 你到了三个道里面 就不知道 哪一劫才能够出得来 世事累劫 无有出其 上面谈 七佛以来 没有转变蚂蚁的身体 八万大劫 还是鸽子的身体 那是动精 无量节都没有办法 从三个道里面出来 很难得到解脱 所以堕落荣义 解脱太难了 佛言所见 如见如心 这种痛不可言 但我们现在就是鱼池颠倒 我们对这样的一种 难得解脱 无量苦恼的情形 我们现在还很麻木 一点都没有感知 天天活得很滋润 殊不知我们已经在 掉到山土的悬崖边上 精神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三个道就是我们的归宿 到三个道里面 无有出其 那你说说 这是一桩多么严重的事情 但我们这种警觉的心 还很难出来 所以你看佛在这段文句里面 五恶五痛五烧 它是充满的悲悯 悲悯之急 不断的去说 所以这个五大恶 五痛五烧 你只要造作五种大的恶因 你就会遭受五种花爆的痛苦 也遭受五种果爆的焚烧 那在这里面不断的经受的苦劳 就是像前面所描述的这样 这种痛苦就好像 你一个人在大火里面被焚烧一样 那如果我们人在这种五恶的那种烈根性里面 在大火当中还能够一心一意的致意 就是无邪念 有保持正念 端生正念 这个生业要端正起来 生业端正 就是反食恶业为食善业 不杀生不投道 不邪淫 这就是你端生 孝替忠性礼仪廉耻 你要用这些八德来端生 就是修生 这里正念 意念上的正确 你看这 这段经文前面是 前面是种痛 恶痛烧 都差不多 但是这里有一个文具上的改变 前面都是一心致意 端生正行 都表达正行 这里讲的端生正念 说明这一段主要从意念上来展示的 下面有四句是前面那个没有的 就这个正念 特别谈到诚实问题 要真诚 要老实 那你的诚实首先在年形相符 你说出的话 跟你的行为是一致的 不是口头上说的很漂亮 行为上非常的卑劣 心情不一致 这是我们念力凡夫的 普遍的劣根性 那我们的数作数为都要自成 从自成心里面出来 包括我们讲 艳离娑婆 心求极乐 天天在说 但是一定要从自成心里面 真正的对娑婆世界 一点都不留点 对极乐世界是真诚的那种一往情深 无限的这种快乐的一种寻求 这才是你的自成心 那往往我们的言行不相符 口地说 要艳离娑婆 但是不是真的艳离了呢 常常是生了病了 哎呀 麻烦了 赶紧念佛求成净土 然后病好了 他又另外想法了 又得要做事业了 要赚钱了 要端关了 他往往就是在这种 他很难有自成心 所以你没有自成心 你就很难感通弥陀的愿力 这个为什么谈自成的问题 正好就是我们业力凡夫 不自成 不老实 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你说十八愿 十年都能往生 但十八愿它有个前提 是自信心要预生我国 你这两句话能不能做到 自信 就是自成心 你没有自成心 你想念十生就能往生 是不可得的 你关键讲 原发三心 记得往生 好像很容易 实际上不容易 那第一个也是谈自信问题 自成心 自信 身心 回向发愿心 这在念力凡夫成名的心态里面 是不大可能做得到的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坑蒙拐骗 造假 谎话 就是来自于我们不老实的劣根性 所以在这段里面 意念当中 一定要自成 原来我们学 鱼敬意 遇造神记 这个鱼敬意 为什么叫敬意 原来他也做很多的善事 但是命运还是很潦倒 就在于他做表面文章 异地上不真诚 照样不能改变命运 这是我们的顶门针 在这个一心致意 在这个说谱世界 武作俄士 这样的时代当中 修行 首先要具备自成心 这样属语如语 你所说的话 要说到 做到 那鲁家也讲 君子要莫拉一点 要圣其年 为什么要圣其年 你说出的话 一定跟你的行为相符 那最不好的就是 你所说的超过你的行为 不相符 所以语言属语如语 心口不转 你举心动念 和你的口头表达 要一致 不能转变 那你说 其实我们都要想想 我们敬业行人 怎么去做 这几句就告诉我们 你怎么修行 端生正念 言行相符 属作自成 属语如语 心口不转 彻底的一个诚实 所以念佛 倒没什么奇特 为在自成 做老实人 老实念佛 你越老实 越真诚 你得念佛的利益就越大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 外现 贤善 精进之相 内怀虚假 以虚假的心 去念佛 去修行 那是 主杀不能成反 难缘百止 好 尤其 作为一个 佛弟子 敬业行人 深信 因果 轮回的存在 深信 极乐世界的存在 深信 这个 轮回的三界 不堪停留 在这个前提之下 独着 读善 独就是 你要有 特地独行的精神 不是要看到别人 你是不是 行善 做点慈善 看看大家都不做慈善 自己也不去做 看到别人都不念佛 自己念佛也不好意思 你都看到别人去 这就是从众心理 一个有正确 知见的人 他真的就是 所有的世界人 都造恶 你还要 深信因果 持戒修善 所有的人都不念佛 都嘲笑你 你还要坚持佛号 求生净土 这就有点 独着逐善的样子 这就是 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 这就是人中的稀有人 这样他就不去造作众多的恶业 这样的因就会得到 一个相应的果 你就能够独自得到度托 深度度托 供业里面产生了别业 或者一场大的灾难的时候 你可能就逢凶化吉 因为你深信因果 持戒念佛 就有善神 就有佛菩萨 隐形保护你 那么在世间 你能福得 福得 这个来世 如就能够生到天上 如可还能发大菩提心 以行善 独着逐善 不为众恶的这种 得业 回向往生极乐世界 还能成就往生 一往生 就能成就 疑环之道 这就是五种 大善业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